和牛壽喜燒 和牛壽喜燒 再加無限最佳三文魚子苦飯 這個配搭夠不夠吸引呀 說的是銅鑼灣這間餐廳 他們最近推出了和牛壽喜燒套餐 二百多元吃到七道菜 廚師還會站在你面前即直製作 不用雞手鴨腳燒壞和牛 還會視乎貴舌使用日本不同產地的牛肉 例如助賀院或大婚院的和牛 所以肉都是店內即日刨片 始終香港的壽理燒是較少的 不像有什麼聲音 我們希望將日本的烹調方法 或者釀的料理介紹給香港人 我更想跟客人溝通 說應該怎樣吃 每一道牛多成熟好 或者配些什麼材料一起吃 令到他的溝通加強一點 吃和牛是吃的油份 所以我們提議吃的時候 都不會吃太過熟 最好是三分熟至五分熟 雖然只是A4和牛 但油脂也很豐富 肉質也很軟嫩 店內也有提供熟成美國牛肉 我們選幾個牛尾的牛膠是牛味重一點 將它熟成後牛味更加出 食壽起燒當然要配雞蛋 這裡就用了日本的赤色蛋 味道比普通雞蛋更濃郁 配上牛肉更加滋味 套餐裡面的苦飯同樣是重頭戲 師傅會將一大碗當飯放在客人面前 然後給大家隨意添加三文魚子 絕對滿足到三文魚子熊的瘋狂慾望 這個黑黑黑的又是什麼呢 原來是加了麥汁的茶碗蒸 還加了螢光魷魚和墨魚 不但增加口感 味道還很濃郁 除了牛肉 餐廳還有其他肉類套餐 好像這款日本雞肉套餐 就有八款不同的雞肉部位 其中還有些不太常見 好像這款坊間少有的提燈 即是雞的書卵管和卵巢 和未成熟的蛋 不只外形有趣 口感都很特別 至於豬肉就用了黑豚肉 同樣以瘦氣消方式烹調 不吃得牛的人就可以選這款 又不得了 這兩款卵巢 不吃得到